你 你在干吗 叔 谁让你玩啊 放开 把他给我带走 是 上 放开 汪蓝 汪蓝 你怎么了 汪蓝 汪蓝没事吧 他刚才楼梯间运到了 你怎么能让他消失在你的世界之外 我没招过他 是我的责任 但我可以麻烦你 你可以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吗 叔有挺理直气壮 今天先放过你 他需要休息 不过你放心 我会查清楚这件事情 是 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 你能承担失去汪蓝的后果吗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 希望你能记清楚你今天生活 汪蓝 嗯 嗯 苗蓝 你跟楼梯间晕倒 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 不记得了 刚刚发生什么了 我们听说你晕倒了 就急忙赶过来了 你咋感觉好些了吗 嗯 没事了 就是感觉头还有点晕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吓死我们了 那到底是不是因为 是 哎 你们让我看看吧 嗯 这有连衣吗 哦 的确没什么大碍 哎 苗栗 帮我来买瓶水吧 现在 买水 哦 放心吧 这儿有我们呢 你个嘴不把门的臭东西 刚才差点露馅了 嗯 一时清洁 不好意思啊 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杀人事啊 我也不知道 那在你晕倒前发生什么事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从脉象上来看啊 不太像杀生死 而且你 运导前后记忆都没有了 这很有可能是 被人袭击了 袭击 又能袭击忘了 又能消除他的记忆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这可怎么办啊 师父也不在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你师父他快回来了 我怀疑这一次啊 是容足的人搞的鬼 上次在漫展的时候 我就看过他们了 容足 既然如此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二十四小时 严密的保护 就连睡觉时间呢 又不能放松了 你劝你不来我家住吗 这样我才二十四小的保护你 二十四小时啊 我只不过是晕倒了 别那么大惊小怪 晕倒而已 你不会觉得你这段时间 身体一直很不好吗 我又不是铁打的呀 偶尔得 焦热一下嘛 反正我就是怕失去你 懂吗 好 你赶紧回去吧 晓涛 你要帮我照顾他 有什么事的话要与我联系 好 对了 你门窗间一定要锁好 好 嗯 嗯 那我们走了 走吧 小偷 你这是要干嘛呀 又闷死我呀 我都答应苗大神要看好你了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 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 你先睡吧 我坐在这里守夜 守夜 这也太夸张了吧 别闹别闹 快去睡觉 去 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危险吗 不能掉以轻心 可是也不能不睡觉吧 这样 那你睡外边总能保护掉我了 好不好 小姐你别闹了 我都快担心死了 你自己就没有一点担心吗 我担心苗里 可是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可能我走了以后 能带走麻烦和危险 这样也就连累不到苗里了 我没问你担不担心苗里 我说的是 你自己 其实 我自己 命运早就安排好了呀 我待在这里 就是能够希望 多点时间陪苗里 我离开之后 她也能够解脱这束缚了 我就没有遗憾了呀 最后一次吧 最后一次吧 就当做是最后一次吧 小 小姐